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传习法师 蒙法新 传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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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佛众生本同体 果策因缘滑胀海 这个时候你才说滑胀世界 对不对 实际上你已经契入 极乐世界的这个 这个净土法门 这个才是叫净土法门啊 所以我这里面叫 如何往生净土宗 首先第二句就是 法障为开 性慧功啊 人有性慧难啊 就是指这个 那怎么样才能性慧呢 请问要不要听闻佛法了 法障为开 那法障为开 性慧功呢 那还要有什么前提啊 要有没有人给你开法障啊 赖友大事 常垂护啊 诸佛菩萨不舍弃我们 哪怕我们再笨 再不上道 佛菩萨不舍弃我们 总是全桥方便 射尽一切 来教化 来给我们 有罪消罪 无福征服 来引导 给我们开始 误入佛制之间 所以诸大事 方便开眼 生法门 你对生法门 不能够了解 你怎么了解 阿弥陀佛 怎么了解极乐世界啊 所以 从一开始 使之善恶 时归徒 听经文法 知道 原来这个是卓次 五卓恶事 原来那个是清净佛国 原来这个是恶 原来那个是善 那我们 怎么样 你说知好歹了吧 你就会借恶修善吧 你就会艳丽五卓 然后求生净土吧 你就最基本的 那个起步 都是要这样 启发起来的 使之善恶 时归徒 如果觉悟到 自己的佛性了之后 就道还家 顺风行 又觉悟到 自己的佛性了 然后诸佛菩萨又在帮助你 请问 我们来到这个寺院 这寺院是不是帮助你修行的呀 我们出家人住的这个常住里 跟大众师父住在一起 请问这个是不是加持我们修行的 所以祖师说 宁在丛林睡觉 不去毛棚办到 你一个人住在那边 捡牛粪 烧柴火 一时住行就够你忙的 忙忙忙忙 忙出烦恼来了 拔根草犯罪 砍个树犯罪 结果功德没修出来了 罪过一大堆 诸佛菩萨没见到 结果自己的烦恼 魔障一大堆 琢磨了都不知道 在丛林里多好 今天你喊 明天大家呵斥 净破我之 所以说宁在丛林 睡觉 不在毛棚办到 你因为什么 你在丛林就能长长的亲近善知识 还有声众就是你的善知识 一个声团是有加持力的呀 最简单的结膜就能成就 你有罪过 你还有个对境能够忏悔 你有点不对了 脸色不对 马上别人就会提醒你 不对了 这两天眼神不对嘛 对不对 就这 有点 有点不在路上了 马上就有人提醒你的 所以这个 所以旧道还家 顺风行 如果误得了自己的心性了 我们的佛性误到了之后 那我们 还有顺缘啊 有丛林啊 有道友啊 有僧团啊 有善知识啊 那这样子 我们要不要发广大菩提心啊 所以大心 放弃 无量光 发起了菩提心 你才能契合于无量光啊 才能跟弥陀的大愿契合啊 你小愿 你怎么理解大愿的人的心量呢 所以法藏比丘是从国王 弃 弃 弃 我捐王啊 高财 广泽啊 他是这样子的格局啊 那我们如果不发不提心 你怎么能够去理解 阿弥陀佛的怨海是什么呢 所以大心放弃 无量光 这样子的话 小行易入法界流 微细一点的善行 都会得很广大的 普贤的行怨海 南思佛果 真上缘 我们这样修行的人把佛的果 把佛的无上威德 作为我们修道的真上缘 阴亥国海 法华开 法华三昧 就是你 你现在就行在法华三昧当中了 心佛众生本同体 果策因缘 华藏海 这个时候你才说华藏世界 对不对 实际上你已经契入极乐世界 这个净土法门 这个才是叫净土法门 若具净欲成佛意 如果我们在极乐世界修行的话 成佛意不在话下的 很简单的 对不对 但是住此着土为善难 你在这个娑婆世界 你想做个好人都不容易的 是不是 所以住此着土为善难 所以说我们学习了这个经典之后 知道了本师释迦佛陀给我们介绍的方法 十方诸佛赞叹的方法 激进劝君同回家 现在你看极乐世界已经变成我们家了 对吧 激进劝君同回家 共称弥陀九品连 所以这个如何去极乐世界 这个我是从这里总结一下 来 这个也是来讲解吧 讲解我们这个 所以在最后再看到这个 四孤当法义 舍满世界火 必过要文法 请问清净善知识 要不要去追啊 要不要追随善知识啊 要追随的 那你跟善知识之间 就像我们唐僧 你看唐僧要跳西天取经去 重重的艰难贤足 自然的灾害 人为的阻碍 种种的 从内在的 自己精神世界的 自己的习气的 种种障碍现前 但是他的理性 他的誓愿 都是要超越他 宁向西方一不死 不向东方半不活 就是这样一种决心啊 所以今天你看我们台上 还供了一尊 供了一尊佛 度战胜佛你看 看到没有啊 我们生悟空也成佛了呀 你看 拿着筋骨狼牙棒 你看 度战胜佛 可爱吧 我们要不要战胜自己的烦恼 每天晚上 你们比较有时间 去点灯啊 试试之外 然后就研究一下 我们学过的内容 房间的人可以探讨一下 哎 自己房间就变成小组 讨论会 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这样一个缘起 三天奖金 希望成为我们 这一辈子 好好学习的一个开端 好不好 所以你看那个 我们 过去 这个 这些祖师 他们都是 选择了这个法门之后 尽行受的去深入 进藏 我就看到那个 谭卵真主 每一个佛的名号 他都做诗去理尽 他就被每一个名号的理解 去吃得那么透 吃得透透的 才能够这样子 所以他也劝诫 就是他的弟子和我们 大家说 他总结说 要有五个行为 就是我们的身体 要去礼拜 阿弥陀佛 我们的口 要去赞叹 阿弥陀佛的德 我们的心要去思维 阿弥陀佛广大甚深的境界 然后 恳切地怨 这样子你就学学修修 自然慢慢不知不觉当中 你跟阿弥陀佛融在一起了 对不对 你的生命是不是就融到 阿弥陀佛的世界里去了 我们这次 大家来听经文法 我也是给大家 报告一下 你看 这个大善功德 这次大家 这个都至少的 我们这个统计的是 最底的一个线 实际上还有很多 没有统计的 就是诵无量寿经 一万五千部 这里面至少我们寺院 这里几百个人 每天念的都没算进去 念佛号 一亿五千万遍 这也是很多人的都没有统计 你看 我们大家念的 往生咒 四百五十万遍 你看 修得加行 这还是略略的一点 我这里也会 让我们听到这个 身心 千万身心有没有 有没有热起来 都是加持力 我再讲一个 就是我们现在学 这个净土法门 有的人就像第一天就讲到 我们为什么要去 我们在这个世界 为什么要跑那个世界 我们在这个世界 为什么这山要看那山高呢 本师释迦牟尼佛的爸爸 净范王 就问过佛陀这个问题 佛陀跟净范王 跟释迦族人就介绍极乐世界 劝他们 发愿往生极乐世界 大王啊 他就问 我们为什么要去西方净土 佛陀跟他 这个有一段回答 很有意思 我们看佛陀怎么这个的 父王对佛说 念佛的功德具体如何 就就问 请请问佛陀 佛先以辟喻 告诉父王 说有一片林子啊 叫宜兰林 这片树林呢 方圆四十游群 一游群是四十里 四十游群四十一千六百平方里 这么大的一片树林啊 里面有一颗牛头沾潭 但这个牛头沾潭呢 还埋在地下 还没有发芽 大家知道牛头沾潭是 非常的芳香 芳香无比 牛头沾潭就标出顺芬香 逆风头呢 香很远很远 但是这个牛头沾潭很可惜 它还没发芽 还在地底下埋着 那这个宜兰林呢 这么大的一个树林呢 怎么样 这个宜兰啊 这个植物是很臭的 就有点像那个鱼心草一样 在座有没有 遇见过鱼心草呀 有的时候还好吃 你没见过鱼心草 长在地上啥样 我曾经见过的 一碰那个臭味出来 跑跑跑熏的跑老远 这是啥草呀 这脾气这么大呀 碰过放屁虫 还碰过 这个还有放屁草 那个鱼心草 这个其错无比 后来到了成都 发现还有人吃它 我说这个奇怪了 这么臭的草也有人吃 后来给我一吃 吃还蛮好吃 所以这个时候 这个世界真的是 真奇妙 会发生转变的 最早我遇到这个鱼心草 把我奇怪坏了 我说这个草还这么臭 这脾气这么大 不能碰 一碰臭的不得了 这个宜兰林 就是很臭很臭的 每一棵树都发出恶臭 一点点香气都没有 如果有人到这个树林里面 这个树林很大呢 饿的人找东西吃啊 吃了那些花果啊 或者树果花草的话 立即就会发狂而死 这个毒不毒啊 所以这个树林不仅恶臭 而且有致命的危险 非常的不吉祥 你们听到这里有 佛陀讲这个比喻 你们有没有想起来 这是讲什么 讲什么 是讲这个五浊恶世的 对不对 但是后来呢 这个沾坛树苗啊 发芽破土了 这个树苗慢慢的长大 这个沾坛树 刚刚长成树 就顿时芳香四溢 这个香味弥漫 整个这个伊兰林 这个牛头沾坛的树 完全改变了 整个树林的气氛 请问 这个听到这个时候 你有没有误到 这个牛头沾坛树是什么啊 刚才说这个伊兰林 不仅讲这个五浊恶世 实际上也是讲 我们每一个凡夫 对不对 我们的每一个凡夫 是不是这样的啊 我们每一个凡夫 是不是很臭的呀 脾气很臭的 对不对 好不容易有点好脾气 那也是假的 把你套住了 好好整你 对不对 特别那个男的容易上当 女的跟男的谈恋爱的时候 竟把自己什么好的都表现出来 没有好的 假装好的都弄出来 所以买那个手机啊 手机晚上就失灵 为什么 晚上一卸妆了 手机就不认识他了 这个女的一嫁给男的之后 越过圆形越毕露 对不对 这时候后悔已经来不及了 实际上 所以这个伊兰林 也是比喻我们自己 对不对 一个凡夫就是没有优点的 优点都会变成缺点 对不对 就像苦苦 苦苦是苦 快乐都会变成坏苦 所以不管是苦苦还是快乐 都是痛苦之因 痛苦是苦苦 快乐是坏苦 反正总的就出不了苦 这个轮回就是这样 我们每个人也是这样 每个凡夫都这样 凡夫有没有菩提心啊 有没有佛性啊 但是我们的这个佛性 是不是没有发芽啊 等我们机会 有机会 菩提心发芽了之后 请问 这个菩提心 会不会彰显他的功德力 我们这个生命 这个伊兰林 会不会因为这个菩提树 这个牛头沾潭的菩提心而改变 就会改变 所以这个也指我们每一个人 请问我们这个娑婆世界 有没有因为释迦摩尼佛来而转变 因为佛陀来到这个世界 有多少众生 即身就得到佛法的利益 多少众生转凡成圣 所以佛陀这么谦卑 留书的身体啊 把这个书当成他的身体 佛陀安慰阿难尊者啊 说你不要忧伤啊 我以文字向啊 以后你们看到文字 那就是我啊 你看佛陀是不是很谦卑啊 还叫化这个世界 所以因为牛头沾潭的功德啊 就改变了整个树林的气氛 从此过去的那些恶臭彻底消失了 整个树林变得香美无比 众生见到后 都感到了这种情形极为稀有 所以佛陀告父王 就跟父王说啊 一切众生在生死里 念佛的心就是这样 本来我们的生活很 非常 对不对 烦恼重重啊 我们这个生命很不堪啊 但是自从听闻了佛法 自从我们的心中 念起了阿弥陀佛佛号之后 请问我们的生命会不会改变 我们的生活会不会改变 我们的未来命运会不会改变 只要你能够细念不止 一念接着一念 等到他成熟了 就决定能往生到清净刹土 身在佛前 一往生 从此就摆脱了生死苦海 一切恶事都转为大慈悲 就像沾坛树改变了伊兰林一样 所以道卓大师也解释这段 解释这段佛陀跟父王 禁犯王之间的这段 道卓大师解释说 所言宜兰林者 欲众生身内的三毒三藏 无边重罪 言瞻谈者 欲众生念佛之心 才欲成数者 为一切众生 但能极念不断 夜道成半夜 佛法奇妙不奇妙啊 佛法能改变一切啊 我们谭伦大师也比喻一种 他也拿一个讲故事比喻 你看佛啊 祖师都是讲故事 启发我们 有一种鸟啊 它特别毒 那个鸟叫什么名字 叫丹鸟 如果它想抓食物 它只要飞到水里 它一飞到水里 这个鸟 这个水就变成毒了 然后这个水里面的鱼啊 棒啊 就都死掉了 然后它就在那县城吃就行了 但是 有一种动物 它就能解这个毒 什么动物呢 犀牛 犀牛的脚 它就是解毒的 犀牛来到池边 这个脚往这个池水一碰 毒就解掉了 然后这个鱼啊 蹦啊 就复活了 丹鸟入水 鱼蹦死 犀牛 处辞 皆从生 阿含经前面讲呢 世人 本不恶 清静于恶人 后必成恶人 恶名变天下 这个人呢 也不是坏人 但是他碰到一个恶知识 然后就会被他感染 对不对 然后就会恶知恶见 恶行为都会跑出来 然后最后自己的法身 毁灭都坏掉了 就轮回 堕落 对不对 但是呢 在这样子轮回堕落的众生 如果遇到善知识 善知识为他开眼 为他佛法 他能够珍惜 能够清静于善知识 请问 他的错误的知见会不会改变 他能不能建立起正确的知见 能不能撤发良善的行为 他会不会转凡成圣 他的法身毁灭会不会复活 这个今天要讲的内容是很多很多 今天这个法会 因为今天就是最后一天 讲阿弥陀佛 讲极乐世界 我们比较难以理解 读那个就好像读那个天书一样 读着读着就睡着了 听着听着就睡着了 后面讲五痛五烧 这个就比较好理解 我也不花时间多讲了 我就把这个重点多讲一点 对五通五烧 我们身在这个世界 实际上我们对这个世界也不了解 没有佛陀来跟我们讲解 世界上我们也是不了解的 西方极乐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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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因为一路有按照 对五通五烧 我已经对这个写会 第二则是正常人不放开 犯ed成绅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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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命电视台的存在 代表佛陀的教法及慈悲 让大众能够感受到 感谢各位收看生命电视台 也愿大家多护持生命电视台 护持正好1996-5232 1996-5232 护名生命文化基金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能生到极乐世界的这些菩萨们 皆当究竟一生不处 一生当中就可以成佛 所以一生当中成佛 也就等于是一生不处 有二菩萨 最尊最义 一名观世音 二名大世之 我们如果念佛 大世之菩萨就来带我们去极乐世界回家 是引路人很重要的 我们那个沾谈 牛头沾谈的牙 要想发牙 是需要善知识吹发的 也就是需要有人教导 我们才能够求 佛告阿难 毕波菩萨 皆当究竟一生补助 除其本愿为众生物 以弘世功德而自庄严 普遇度脱一切众生 阿难 毕波国中诸身文重 身光一循 菩萨光明 照百游循 有二菩萨 最尊第一 微神光明 普照三千大千世界 阿难白佛 毕二菩萨 其好云合 佛言 一灵观世音 二灵大世智 十二菩萨 于世国土 修菩萨行 命中转化 生彼佛国 阿难 其有众生 生彼国者 皆惜具足 三十二相 智慧成满 深入诸法 纠唱药妙 神通无碍 诸根名利 其顿根者 成就二人 其力根者 得不可计 无声拔任 又比菩萨 乃至成佛 不受恶趣 神通自在 常识宿命 出生他方 无择恶事 视线同彼 如我国也 这一段文字 这一段文字里面的 也是含的内容 非常的丰富 佛陀跟阿难和我们 介绍说 极乐世界的菩萨 如果我们能 升到那边去 他这里 这个菩萨 因为前文已经说了 虽然是天人 实际上他也都是受的 菩萨的 享受的他的福报 所以凡人也陷得 圣贤身 也都是三十二项 八十种好 三十二项 就是也都受 不推展菩萨的 这个受用 也得这个受用 所以这里面 就统称 毕国菩萨 能升到 极乐世界的 这些菩萨们 皆当究竟 一生补处 究竟就是说 到了那边 一生当中就可以成佛 所以一生当中成佛 也就等于是 一生补处 你像弥勒菩萨 他下一生就成佛了 那他现在就成为 叫补处菩萨 那所以说 阿比约之菩萨 虽然是不退 但实际上 到了那边 全部都是不退展菩萨 大家都是补处菩萨 都是一生补处的菩萨 这个级别是不是 比阿比约之的还要高啊 除其本愿为众生故 那有的人 他不想我马上就成佛啊 不想马上就成佛 为什么 他觉得 我马上就成佛的话 有的他有这种想法 他说我应当多精力一些 我应当多积累积累一点资料 就像有的人 比如说 一到了这边 每个人就发 发多少钱 然后你就能买房子 但是有的想 我把钱再积攒多一点 买大一点的房子 对不对 他就除其本愿为众生故 其实为众生 多度化一点众生 你说为什么为了众生 他有这样的愿呢 这个就是各种各样的 西方极乐世界中的菩萨 最终都将达到 一生补促着 后补佛位 除了那些为众生而发下宏大 保误愿的菩萨 他们以 誓愿的功德 而自行 将去救度解脱一切众生 这些菩萨身心柔软调伏 绝无嗔恨 对一切众生都怀有大慈悲的饶意之心 无有厌倦懈怠 他们熄灭了一切烦恼 行菩萨道成就无量功德 他们不知厌倦的一心求法 说法 修六合境 行法不失 忍辱 持戒 禅定 精进 智慧之力 全部具足 恭敬供养 无量诸佛 且常被诸佛所赞叹 这两天这个天气好不好 有没有觉得加持啊 有没有觉得心里的乌云都散开了 具足功德杖 妙志五等轮 惠日朗世间消除生死云 消除生死云 普遇杜托一切众生 为了支撑众生的缘故 他有时候 智德大师也说 为利众生利他而神起 把生命的所有精华 奉献给大家 所谓头目脑水 头目是智慧 脑水是经历 这个人的生命力 肝脑涂地 一个人真的会肝脑涂地 生命最精华的就是一个肝脏的 生命之气 生生之气 一个脑就是智慧 所以大家的那个功德灵 大家的牛头沾潭要发芽 是需要有人去浇灌 陪土 他才会发芽的 菩提心发芽 这是一个大因缘 所以《华言经》里面 就有这样 善知识者是大因缘 法华经也如是这样 善知识是我们转翻身身 最殊胜的因缘 忠实你就是佛菩萨再来的 都是需要善知识去真上我们 没有这个真上缘 所以正是这样的缘故 十方国土的诸大菩萨 都要去极乐世界去朝见阿弥陀佛 因为为什么 因为阿弥陀佛经现在说法 他在说法 听法是很重要 去极乐世界干什么 闻法 极乐世界很奇妙 风都会说法 水会说法 大地会说法 树会说法 花鸟 虫鱼都会说法 处处闻法 法音不绝 说法的音声又那么美妙 珠宝行 所出微妙性 皆令我们的正德 初人 二人 三人 马上就会受用 安住在这样的受用里 然后就智慧明打 雀诺的心就退掉了 然后广大的心 深远的心就发起来了 一个人要发深远广大的心 是不是要底气很足的呀 一个人要生病了 哎呀什么了 你还能发广大心吗 发不起来的 有的人身体不好了 生病了 想来寺庙做个移工 都打不起精神了 是不是 所以说 善知识者是大因缘 所以有的他也是发这个愿 为众生雇 就不限前马上取证佛道 以红誓愿 而自庄严 普遇杜托一切众生 阿难 毕佛国中 诸生文众 生光一群 为什么生文众 生光只有一群 菩萨光明照百游群 这菩萨的生光 是不是就大了 生文的生光 是不是小 为什么生文的生光小 是不是因为发心小 为什么生文 生文就是他心量小 他只求自利 我只要一人吃饱 全家不饿就行了 菩萨呢 他不一样 菩萨自己没吃 他就先照顾全家人 像妈妈他也是 上游老下游小 他都会照顾 男的也是 男的为了照顾家 到外面去做生意 去做事业 照顾家 一个男的 有时候都不单单照顾家 有时候还照顾一个单位 照顾一个工厂 有时候还照顾你 当县长 照顾一个县 当省长 照顾一个省 当国家主席 照顾一个国家 所以他威德 生光不同的 生文心量小 所以他的光就是小 但是这个极乐世界很奇特 凡夫也有 天人也有 身文也有 原觉也有 所以阿弥陀佛的心量特别大 什么人他都能容 什么人他都接引 这时候 两位你看 前面寄送部分观世音菩萨出来了 这时候是吗 有二菩萨 最尊第一 有最尊第一 你看 微生光明 普照三千大千世界 那三千大千世界是阿弥陀佛的国土 你看这两位菩萨 他的光也能照到三千大千世界 那为什么 就代表这两位菩萨也抄着阿弥陀佛的心 阿难白佛 这是不是替我们问的 比二菩萨 其好云和 佛言 一名观世音 二名大世智 此二菩萨与世国度 修菩萨恨 命中转化 身比佛国 与世国度 是什么国度啊 与世国度是什么国度啊 讲就是 就是我们娑婆世界 所以我们跟观音菩萨 大世智菩萨 亲不亲啊 就因为我们都是老乡啊 对不对 你到了极乐世界 你又跟 你跟观音菩萨 大世智菩萨 凑近乎来 你哪来的 他们说 我怎么 娑婆世界 我也是娑婆世界来的 我们老乡 是不是 你看 与此世界 然后升到 极乐世界去的 所以我要去的时候 他们也看在 同乡的分子上 都来接我们 对不对 大世智菩萨 金台安我足 观世音菩萨 甘露撒我顶 把我洗得干干净净的 带到极乐世界去 所以下面我们看一下 大世智菩萨的小视频 大世智菩萨摩赫萨 又称大精进菩萨 与西方极乐世界 无上尊佛 阿弥陀佛和观音菩萨 合称西方三圣 《悲华经》记载 过去无数节前 由转转圣王 无正念王 生有千子 长子不炫 即观音菩萨 四子尼摩 即大世智菩萨 供养宝藏如来 并修习佛法的 无正念王 后来修行成佛 即阿弥陀佛 观世音和大世智 称为左右邪式 观音菩萨表慈悲 大世智菩萨表喜舌 大世智菩萨 以独特的智能之光 辩照世间众生 使众生能解脱 血光刀兵之灾 得无上之力 大佛鼎如来密音 修正了意 诸菩萨万恒 守《愣言经》记载 在《愣言法会》上 当世尊向与会大众 问缘通时 大世智菩萨摩佛萨 特别介绍了 念佛三昧法门 时方如来 连念众生 如母一子 若子桃世 虽亦何为 子若一母 如母一时 母子历生 不相为远 若众生心 亦佛念佛 现前当来 必定见佛 去佛不远 不假方便 自得心开 我本因地 以念佛心 入无生人 今于此世界 摄念佛人 归于净土 佛问缘通 我无选择 都摄六根 敬念相继 得三摩地 思为第一 净土二祖 善导大师说 大师智菩萨 念佛原通章 为十相念佛 子是阴地上的始觉 母是果地上的本觉 华言经的全部精华 即使为我们演说开示 误入佛之之见 不仅母无量光无量寿 其实子也是无量光无量寿 所以说 母子相亦 不相为远 众生因地的心 方能契入诸佛果地的绝 阴入果海 果彻因缘 那么大师之菩萨 大师之菩萨 一直常伴我们 娑婆世界众生 接应我们 他说 我来娑婆世界 写念佛人 同胜净土 我们如果念佛 大师之菩萨就来带我们 去极乐世界回家 所以引路人很重要的 所以善导大师他解释说 众生个个都有本觉 本觉就是佛 但是我们众生 如果觉悟的那一天 成为始觉 我们那个沾谈 牛头沾谈的牙 要想发芽 是需要善知识吹发的 也就是需要有人教导 我们才能够觉悟 我们觉悟了才能始觉 觉悟我们本有的佛性 觉悟我们本有的佛性 念念相继 敬念不觉 念佛敬念相继 这个就会念念增长 念念增长就从始觉 念念增长 最后究竟觉成佛 但是这个始觉 是非常的困难 我们百千万亿节难遭遇 百千万亿节难遭遇的 所以我们学佛的因缘 是大因缘 我们发愿往生极乐世界 能够听闻到观世音菩萨 能够听到大世智菩萨 这个是我们的奇妙的殊胜因缘 所以佛陀都说 这不可少善根福德因缘的 其有众生 生彼国者 皆惜具足三十二相 智慧尘满 深入诸法 纠唱药妙 神通无碍 诸根名利 其顿根者 成就二人 其利根者 得不可计无身法人 又比菩萨乃至成佛 不受恶趣 也就是说 如果你生到极乐世界了 你可以是一身补处的菩萨 其身就成佛的 你也可以 去享受做菩萨的快乐 广度众生 但是有一个底线 你绝对不会再退转 再会去堕落到恶道去 不会的 所以实际上生到极乐世界就永断生死轮回了 永断生死轮回了 而且神通自在 常识宿命 那个时候就知道 问哪一生哪一生哪一生都知道了 就认识自己了 我们现在自己都不知道自己 生从哪里来不知道 死往哪里去不知道 这世间的人 所以他就不相信有生 这个生命 生命有轮回吗 这个世间的人 你要去街上就问 你相信生命有轮回吗 十个人 超过一半的人不相信有轮回 请问这是不是愚昧啊 这可怜不可怜啊 他都不知道自己是哪来的 他也不知道自己流转到哪去 这样的生命孤独不孤独啊 是这样很孤独的 真因为这样孤独 所以神才会抽烟喝酒 搓麻将 自我麻醉自己 知道吧 实际上是一种痛苦 但是到了极乐世界 就常识宿命 但是这里面有一个 佛陀这里面 出身踏方五座恶事 这句话就叫 菩萨如果来到五座恶事了 这个五座恶事的杀伤力 是很强的 你要知道 就好像这个 宜兰灵一样 这个宜兰灵恶臭 这个没有点香味 你功力小的 到了这个灵里 自己都会变臭掉 所以出身踏方五座恶事 视线同比 如果菩萨来到五座恶事 怎么样 他神通也没了 也没有术师 术师的宿命通 视线同比 如我国也 就像 如我国是什么意思 是不是我们娑婆世界 所以说 菩萨来到娑婆世界 都会视线同比 菩萨视线凡夫相 知道不知道 所以菩萨来到娑婆世界 你就看不出来了 谁是菩萨 不知道 长得都不大众一样 所以我们念佛的 我们学佛的 我们要不要普洁共进 我遇到很多大成就者 都劝诫我们 不要起分别心 因为你不了解对方 你没有他心通 你没有神通的 你知道对方是谁 你就互念主 你自己就行了 不要议论别人 讲别人的过失 讲什么 你自己就陷在过失里了 你只表现出 你的愚昧而已 表示你的不满而已 所以你赶快 赶快保护你自己吧 别人什么境界 你不知道的 包括师父 也跟我讲过 特意他大殿里 你看到 那个罗汉 你看敲着腿 挠着背 挖着耳朵 抠着鼻石 你敢欺瞒他 那都是圣者 你不认识的 你认识谁是阿罗汉 你不认识的 虽然供在佛殿里 生活当中就出现了 你都不认识他的 他是阿罗汉 他是菩萨 你也不知道的 所以我们信佛的人 修行的人 只管自己 然后呢 印光大师也是这样 只管自己 只看好样子 我去各个地方的高僧大德 都这么教导 因为我听到 我师父亲自跟我这么说 我再听到那些 那些都是非常 都是这个世界 很著名的这些大德们 他们讲的很朴素的 这个语言 他说因为你不知道 对方的境界 还反过来再讲一句 对方哪怕是反复 但是你是修行人 你要惭愧 你生了这个 你生了这个负能量的心态 你要想 你为什么没有这个智慧 去转变这个逆境呢 不能把逆境转为道用呢 因此这样也要生惭愧的 你不要理由十足的 就怪别人 你是修行人 顺缘 利缘都是正商人 所以真实修行者 不见他人过 这个很重要的 那我们执事不一样 执事呢 为互持常住 他要互持次序 有时候执事 所以执事都不愿意当 我们出家人 都不愿意当执事的 所以执事都是 师父请 还不能推了打屁股 这师父为大众服务 你应当发行 也是破我执的一种方法 所以执事是很辛苦的 但是普通我们修行人 我们大家 我们要感恩常住 感恩执事 我们自己好好的修行 那师父就不用操心这些小事 然后师父就会安住在钉当中 那成为什么 成为法的一个引导者 师父成为法的引导者 那多好啊 你想这个讲经说法 我能够这样是因为大家都很如法 我才能够去研究 打坐 我每天白天晚上我都祈祷 阿弥陀佛加持 怎样他美丽的祈祷 加持加持加持 加持大众 加持法会当中的每一个人 加持现场直播的 加持这次法会 现在看到的 未来看到的人 就替我们大家祈祷佛 祈祷佛在加持 所以你不要指望在这个五着恶世 你想啊 你这佛菩萨怎么怎么怎么 所以我师父他也是说 我们经典里也是这样说 菩萨有隔音之谜啊 罗汉有隔胎之谜啊 就是这个阿罗汉 他经过妈妈胎过来了 他都会有胎障 有这个障碍的 就是这个菩萨 也会有隔音之谜的 这是这个五着恶世的 他的这个加持力很大的呀 要知道 所以我们要不要谨慎啊 哎呀 很谨慎的呀 一时之情 网易之方无量世界 恭敬供养诸佛世尊 随心所念 花香积月 衣盖床帆 无数无量供养之句 花香是指的戒香 戒香 祭月指的是定 啊 禅月 衣盖是代表的人 床帆呢 是代表的智慧 智慧高床 智慧宝床 这里面是这 戒定人会 做个四个德 为诸身门菩萨天人 颁宣法师 都惜集会七宝讲堂 广宣道教 演唱妙法 莫不欢喜 心结得道 光宣道教 道是本体 教室方便 心开一节 而且当下正德 这样无上道 所以四方自然风起 吹七宝树 这种吹七宝树 既是给七宝树沐浴 也是给七宝树灌理 也是让他充电 出五音声 这个五音声不是世间的 工商缴随语 对这音声 这是什么呢 我们可以把它观想成 阿弥陀佛的心中 阿弥陀佛 得到西方去 莲花朵朵开 花开无数亿 夜夜渐如来 打开生命电视台 就是打开您的心 打开您的心 就让我们心中的佛陀 呈现出来 把爱 慈悲 平等 清静的智慧 愿各位常常打开 生命电视台 打开您的菩提心 也期望各位多 护持生命电视台 护持账号 1996-5232 1996-5232 护名 生命文化基金会 阿弥陀佛 阿弥乔成如尊者 第一悟道 彼丘阿弥 阿弥乔成如尊者 原是希达多太子的五位侍从之一 在太子成佛后 也是首批在路野院听到佛陀开示的弟子 乔成如尊者 首先入正法 开悟正果 视为五百罗汉第一位 阿弥即是初解之一 一心鼎礼尊者 阿弥乔成如 祈愿大众见舍利 生欢喜心 二愿大众能与尊者 同得清静善之士 与佛菩萨结缘 种下解脱因 未来得